老杨到处说 欢迎继续订阅转发我们节目点赞留言打赏 对我们吃黄茶老酱香酒有兴趣朋友 稍稍为了解一下 我们的茶新茶上市值得选购 新加坡联合早报杨丹旭的特稿 在早报网应该是点击率是第一 说明大家对这个事很关心 他谈到了一个保卫战 不是上海保卫战 不是疫情保卫战 是外资保卫战 如果没有办法在外资信外资上固盘 那就没有办法拿出亮丽的成绩 向三中全会献礼 这是中国目前一个很严峻的一个现实 就到目前为止 外资对中国市场的兴趣 好像还没有任何回温的迹象 中国商务部最新的数据显示 五月份中国吸引外资直接投资又下滑了 连续三十年 延续了去年六月份以来的跌势 数据显示 今年的五前五个月 中国吸引外资直接投资 同比下降28.2% 跟今年前四个月同比下降 百分之二十几点九相比 跌幅在扩大 而且是明显扩大 从高层来看也很着急 所以呢 今年里能发现在部署吸引和利用外资工作上 动作频繁 国务院二月份还印发了 扎实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 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行动方案 方案是一个跟着一个作战方案 但是呢 老外就不来了 不好意思 讲了外资就会咳嗽 高层坐不住 高层看来也很着急 那么官方近期又打响了外资保卫战 短短一个星期两次提到了稳外资 上个星期六月二十六号的国务院常会上 就专门研究了利用外资的工作 指出要深化重点领域对外开放 落实制造业领域外资进入了限制措施的清零 要动态清零 要一时同仁支持内外资企业 参与大规模的设备更新 政府采购和投资 还要提出打造投资中国的品牌 这个话都讲得很满 很满 但是呢 这落地的声音很小 很小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 那时的七月一号 在外资工作座谈会上也要求 要进一步放宽 市场准路 破除不合理的限制 把超大规模市场优势 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引资优势 外资大省 在吸引外资上 扛起责任发挥更大的作用 要积极探索 适应新形式的引资 新思路径模式 话都讲得很满 没办法 新名词一套又一套 到外资就不来 这几年的外资在中国的动向 一直受到了关注 外资撤离中国的消息 时不时传出 外资在中国的处境 对中国态度的变化 受到了很多因素的影响 既有中国国内的原因 也有国际大环境的因素 这个说话一点都没有错 其实早在前几年 中国对外资的吸引力 已经的减弱 一个重要原因是要素成本 不断的上升 比如说人口多 市场大 产业链完整 制造成本低 一直都是中国的优势 但是在中国的本地 劳动力等要素成本上升之后 很多产业都转移到越南 印度等国家 我们来看看越南 我们刚从越南回来 越南的媒体上一个星期 引述了越南纺织服务集团的 数据的表示 今年前五个月 越南纺织服装出口额 达到了将近160亿美元 同比增长5% 越南也超越了中国 成为美国最大的服装供应国 没有Made in China Made in Vietnam 我们也知道 受到地缘政治的影响 外资对在中国投资 也变得越来越谨慎 虽然中国市场大 但外资的中国制造的产品 很大一部分 还是得销到其他国家 以美国电动汽车巨头 特斯拉为例 去年在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中 在上海生产的特斯拉 占了四分之一 那么现在有一个麻烦 我们要知道 中国现在跟西方的摩擦不断 欧美国家正在设法 重构一条去中国化的 全球产业供应链 全球产业的供应链 去中国化不容易 但是它是一个方向 也就是说 贴上中国制造标签的产品 很可能就卷入 地缘政治的争端中 现在Made in Hong Kong 也不能用 所以香港也受制于他人 因为这样的话 就面临更高的关税 甚至可能因为 人权国家安全等问题 面对出口限制的风险 对很多长期投资 中国的外企来说 一走了之不现实 都绑在那怎么了 但很多外商 也不愿意在局面明朗前 加码在中国的投资 而基本上大步是按兵不动 中国内部的环境 也在发生改变 目前中国经济 有一个最要命的东西 是经济前景不明朗 加上这几年的外部环境 恶化之后 官方现在更强调国家安全 个别外企的中国 面对的安全调查 也在外商圈 形成了寒蝉效应 当然 外资企业的中国 面临的商业环境 和竞争压力 跟过去也不可同日而言 内卷的环境 逼着很多中国企业 不断优化供应力的管理 经营的效率 因此它不仅能够和跨国企业的 同一个维度竞争 甚至更上一筹 这个中国在这方面 企业的灵活度是很高 但关键是这样 外资在中国躺着 就能够赚钱的时代 意趣不返 也没有超国民待遇 一视同仁 中国改革开放 四十多年来 外资在中国的企业数量 占比不高 一向不高 但是提供了可观的就业 税收和进出口额 中国经济规模增长了之后 外资在这方面的贡献比例在下降 但他们仍然关系到 中国跟世界经济的联系 也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目标 必须依赖的一股力量 不能够一感了之 眼下中共 二十届三中全会召开再寄 外界高度关注中国即将出炉的改革方案 包括官方将对外资释放出什么样的信号 外资是很聪明的 也是敏感的 虽然资金无国界 但是没有签证 他们是不会贸然投入 虽然看起来外资 跟中国的改革没有什么直接关系 但外资的流动性 往往具有重要的风向标的意义 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程度的情意表 如果不久以后 比如说三中全会召开之后 外资重新回流 那么这个只能说明一个问题 说明中国的政治经济环境 发生了积极变化 反之 那是另外一个效果 这个讲得很含蓄 只是靠一个三中全会就能解决外资的忧虑吗 恐怕也不是一件很容易做到的事 当然前不久 倒查20年 尽管各地方说是中央说跟他没关系 但是这个现象已经 普遍存在是20个省市 都设立了警税联合作战中心 有一个网友 疑似乎曾经提了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你把民营企业杀完了 榨干了 你们吃什么 民营企业是国家的 国家 国有企业是个人的 这是目前最流行 而且引起很多笑声的一个段子 你把民营企业杀光了 榨干了 以后你们吃什么 第二点 杀完榨干的那些所得 都是给人民的吗 第三 要不要从实税者和纳税者 平等福利 平等退休 平等医疗开始 这个话很有意思 纳税人没有享受 实税人的福利待遇 能不能一世同仁 第四 要不要从实税者公开财产开始 也就是官员 公务员要不公布财产 越南的公布 虽然越南也照样贪 但是人家还愿意走这一步 第五点 这个朋友说 税源 税源是从经济发展获得的 这个前前的道理都不懂吗 开国之初 轻摇伯父 经济不好 要避税 要减税 还要给更多的刺激消费的措施 经济搞不好了 税源去哪里收呢 第六 人民纳税人 包括私营民营企业家 他们都是敌人吗 如果不是敌人 成立紧税联合作战中心 有什么意思 最后一点才有意思 就是民族主义的气氛 如果有勇气 有能耐的话 你就倒查 对外倒查三百年 成立联合作战部 把属于 历史上属于中国的国土拿回来 把流落在海外的那些中国的文物拿回来 你要去倒查 应该是向外倒查三百年 而不是对内 开始截止而已 这个意思呢 就对民营企业的倒查 这个之类的 尽管呢 不是中央的政策 但是呢 地方已经开始在做 外资 看到这样的倒查 他们还敢到中国来投资 或者继续在中国投资吗 我想这一点 也是不言而喻 老杨可以说 老杨到处说 我这些人 我这些人 都不能够 让你来游家 有证据 因为 里面 我这些人 有证据